一些甘草的味道啊 或者一些煮飯的味道啊 其實雲林真的還保留的 大家都很喜歡往東部去 其實西部才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回憶的地方 我覺得雲林是保留很多很多的地方 然後我們常常呢很奇怪 台灣西部人都喜歡到宜蘭到東部去 其實往往忘了雲林 台中一過到彰化就直接到嘉義了 很多人以為北港媽祖廟是嘉義 北港媽祖廟是在雲林 然後上次麻油出問題 北港媽祖廟旁邊很多麻油廠都是在當場榨汁的麻油 其實都 它是一個我認為嘉義 以死林安全來講現在是最好的地方 雲林是我覺得是真的保留很多很多 我們小時候回憶的地方 當然我這樣講好像覺得自己有點年紀 其實是真的 我們小時候的味道都已經不忘了 其實很多的旅遊 我們出去旅遊 第一個看到好風景 第二個吃好東西 這才是整個合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我們到雲林去可以慢慢的看一些事情 其實不用著急 儘管行程很急 可是我們心裡不急 其實才能看到好多東西 我剛剛還是跟風家講 我說這個時候去雲林是最好的時候 現在雲林二期到座正在收割 所以那個 那個稻梗 留下來的稻梗 在夕陽西下 來看這個我們以前所留給我們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去雲林是最好的一個地方 這次當然是因為農業博覽會 給我們太好的機會 給大家一起去雲林看看 不好意思我現在找我 有點緊張 你講的太好了 不留起來太可惜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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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喜歡教我 我自己對 對假如說去玩 或者去某個地方 我喜歡的感覺 其實我們時常帶 帶的旅遊團出去 都是有點 心情很急 其實有時候行程並不急 可是心情很急 造成呢 你會覺得走馬看花 走馬看花的原因 不再行程急 而且心情 所以我們大家慢慢慢慢的 去體會一些事情 你會感覺到 其實 在台北每日一變 一年每年的景象都不一樣 可是雲林不是 雲林幾十年來 變化很少 當然可以說它建設 比較沒那麼多 其實就是因為建設沒那麼多 我們今天才能享受這個好處 過去雲林人覺得 這個比較辛苦 所以說移民到台北縣市 新北市很多 然後每一次要選舉 大家想到雲林人 雲林票 一選完 那就忘了 雲林票 其實 來移民 移民出來了很多 可是現在大家 漸漸已經回去了 因為呢 喜歡那樣的生活 很平靜 很平靜 雲林的生活是 步調比較慢的 所以說我們 從這一刻開始 放掉台北的心情 慢慢慢慢的 平靜下來 我們到雲林好好的走走看看 雲林也是 很多好吃的東西放在那邊 所以我說 不管 我們有旅 那個 跑旅遊的同業 什麼 但很少介紹雲林 其實雲林的根啊 基地很保留很多 很多台灣的小吃 台灣的小吃的原味 很多在雲林 還保存了很多 可是很奇怪的是 我覺得最奇怪 虎尾 有個糖廠 虎尾糖廠 很漂亮 虎尾產糖 可是在雲林 很少有甜點 雲林的甜點呢 是 我覺得可能各間是 最不發達的地方 很奇怪 然後 不管是彰化啦 不管是嘉義 都有很多 舊式甜點 大便啊 可是雲林很少 這是很奇怪的地方 可能糖吃太多了 我還不喜歡吃甜點 不好意思 我鬧鬧鬧鬧 有講很多 因為我對雲林有很多 很多的感受 當然這次 農業博覽會 我最想 最要強調的就是 與自然的和諧 所以 我們 與自然和諧的第一步 就是 我還是強調一下 我們先放鬆一下心情 放鬆一下心情 讓自己慢 慢 慢 才能真正跟自然 跟土地 跟當地人 結合在一起 謝謝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的 行車時間 可能有 三個小時左右 我們會在 清水休息站呢 會稍微 休息一下 然後 可能要上洗手間 或者是休息一下 所以 有很長的時間 假如今天